准妈妈怀胎始月,满心期待宝宝降临 幸运的话,小生命顺利诞生,母子平安 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时候,尤其是孕妇产后大量出血 让不少新生命从小就没了妈妈 一般上,产后出血分成早期和后期 而在分娩过程中,孕妇公缩乏力,子宫基层收缩力减弱 极大可能让孕妇流失超过500毫升的血量随时丢命 导致每年有10万名新生妈妈 没机会看着孩子长大就离开人世 孕妇又出现了 我妻子开始疼,她开始疼,而疼不可以停止 所以我们试图她去另一个医院,他们能够帮我们 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在那里 我害怕,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 世界各地的专家多年来展开孕妇抗体纤维蛋白溶解试验 让来自21个国家的2万名孕妇参与 结果发现,名为安甲环酸的传名酸 竟然能够降低大约三分之一产后出血的死亡风险 数字能说话,研究人员对同等数量的孕妇展开临床实验 结果发现,产后只是接受普通治疗的孕妇 因为出血死亡的人数高达127人 相反的,另一批在产后三小时内 摄取传名酸的妈妈,死亡人数减少到89人 而好消息是,这种相当普遍的药物价钱相对便宜 只需2.5美元,也就是大约11令吉 对医疗资源汇乏的贫困国家而言,无疑是以大福音 除了成本便宜,更重要的是,传名酸没有重大的副作用 医疗人员可以同时使用其他药物,也不会导致孕妇出现并发症 让世界迎来一个新生命的同时,无需悼念另一个生命 感谢观看